完整的句子 完整的句子 好像林海老师提了个问题 我看他提的是第468句 是吧 这个呢 中文英文翻译没有绝对的对应的 就像他的英文是 she insists that it doesn't matter 这个insist呢 如果按字面的翻译就是坚持 坚持可以理解为两种做法 一种是他坚持说 或者说呢 他坚持做 都是可以的 至于是说还是做呢 并没有体现出来 如果你要是咬完嚼字的话呢 这句话的翻译就是 他坚持那没关系 对吧 那个说呢 其实是补充说明这么加进去的 所以学英语呢 有的时候也是需要一些 相对的灵活吧 因为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语言 没有说百分之百的要匹配 是吧 我这个词一定要怎么样 没有这么完全对应的东西 就像英文当中 很多的外来词 比如说像中文的词 他们就没有 像中国的太极 他就太智 他就没有这个词 要么你就解释 要么直接呢 就按照这个声音就过来了 像中国的功夫 他就没有功夫 他就叫功夫 他没有功夫这个音 功夫就像那个功夫熊猫是吧 你看那个动画片 他就他叫功夫 还发不出我们那个汉语的音来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 要体会到这个文字之间的差异 所以在国内我们也没有说 我们说普通话一定要说成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或中央电视台的那个标准 是吧 因为沟通丝毫不影响 我们的之间的这个交流 所以说英语呢 只不过就是提到一个美音 但是呢你也不能说 哦 他说的有点阴音啊 你就怎么样了 那你这么说呢 印度人说的呢 那个英语 其实反倒和他们母语是英语的人 沟通起来呢 我们觉得有口音 但他们沟通起来不影响交流 是吧 所以我们在这个学的过程当中呢 又不要太过分的拘泥于这种形式 要毕竟是口语嘛 更注重的是一种交流 一种表达就可以了 好 我们这一刻呢 还是先复习一下上一次的句子 这一次呢 当时画了一些黄颜色的 黄颜色的字呢 就是上一次练习的时候呢 有的读音是需要格外注意的 我就简单的领读一下 然后我们就进入 已经有七句话了嘛 后面还有八句话 是这一堂课的 第一句 You have the final say 速度可以慢一点 一定要音呢 要读的准确 注意呢 读的快并不等于流 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他说的快 是吧 快并不等于是流利 流利是fluent fluent 是不一样的 You have the final say 这个句子其实分的时候呢 是两部分 You have 你有 怎么样呢 the final say 所以注意这个词组 这个句子呢 就要有一个 它的一扬顿挫 就要有一个停顿 You have the final say 就你说了算 或者你有最终的 决定权 就不叫决定权了 说话的 这个 拍板的权利 You have the final say 好 下面一句 He has made up He's mind to quit He's job 还是录到群里面去吧 这样大家能够练一练 还是要反复的练 一定要是自己说出来的 这是最重要的 否则听我讲 我在这一遍一遍的讲 因为这个知识还是我的 这个技能还是我的 一定不 还有一个呢 是一定不要不好意思 这这真的是 中国人有的时候是 不好意思的 这个 好 You have the final say You have the final say 好 第一句 有愿意练的呢 就在群里练一练 我听出如果有 发音 或者是什么问题呢 会及时纠正 或者自己呢 你就不打开声音练 也没有关系 千万 千万 一定要自己说出来 这才是真正的 练习口语的 这么一个方法 就像在中国 原来有很多的英语脚 就是跑到那去 去找老外去练英语 是吧 我当时也去过 感觉呢 如果你不是有准备的去呢 你可能去了之后 你和别人可能没有一个 共同的话题 然后呢 你说不了多少 你就说不下去了 所以任何的东西 再往后 就要涉及到 就是你的knowledge 就是你要有对这个话题 相对深入的一些了解 才能进行下去 而如果碰上你一个陌生的话题呢 你可能你连说应对的这个 这个都没有办法进行 好 我听一下 you have the final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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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很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在学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挑出自己 非常需要 非常擅长的话 重点的记下来 你不可能说这些 所有的话你都记下来 当然能记下来 是最好不过了 是吧 You have the final say You have the final say You have the final say 很好很好基本都都都比较好 一定不要给自己呢 压力太大或者说设置的要求太高 是吧就说我要被那个广告词 那些什么的说说一口什么纯正的英语 我一听这就是呢忽悠人的广告 对吧我们在国内从来没说 我说以后纯正的普通话 很好 very good 好下面一句我再录到群里面 He's made up his mind to quit his job He's made up his mind to quit his job 这个呢词就多一点了 给大家稍微稍微一点小小的挑战 这个呢分成三部分 三部分 He's made up his mind made up his mind to quit his job 那你想哦那我要读的时候呢 开头要把每一个重要的单词 比如说mind mind quit quit job job 那每一个给他发音正确 然后呢串在一起 to quit his job to quit his job 这就是从单词变成短语 其实已经上了一个台阶了 上了一个非常高的台阶 然后再往下呢就连成一个句子 这才是我们真正日常绘画当中出来的句子 He's made up his mind to quit his job 可是在日常绘画当中 你只会一句话呢又不行 那就要增加第二句 第三句 那这个对话才能继续进行下去 否则就卡住了 是吧 就是这个问题 He's made up his mind to quit his job OK He's made up his mind to quit his job He's made up his mind to quit his job 对 英语呢 OK OK 好 He's made up his mind to quit his job to quit his job 好 读的时候呢 尽量有一个 有这么两个要求 He's made up his mind to quit his job 嗯 嗯 啊 英语和 其实英语比 这个汉语要 简单 汉语呢 我们有四声 是吧 妈妈妈妈 四个音 音调 老外呢 这个四个音调四声 就搞了它 就运头转向的 但英语呢 基本上就是 声调 当你读到最后才是降调 中间都是声调 声调 声调 就像在空中飘啊 飘啊 飘啊 突然落到地了 让你听 原来这句话结束了 就是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He's He's 大家一听 He's 哦 还往上走呢 Made up his mind 还是往上走的 Made up his mind 怎么样呢 To quit his job 这下来了 那一听哦 drop这个地方 当然这样读有点夸张了 是吧 但是你就知道 哦 声调 声调 降调 这这一句话 就结束了 第二句 第三句 这个对话 He's He's Made up his mind To quit his job He's Made up his mind To quit his job 对 如果你这个读的当中 有的地方有问题呢 就是那个单词 就是我们话 变成黄颜色的 Made Made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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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b Job He's He's 对了 嗯 It's Made up his mind To quit his job E's Made up his mind To quit his job as me I made a lot to it is 对这个呢 OK OK 注意呢 这就是单词变成短语的时候呢 要考虑的一个连贯 连贯 什么叫连贯呢 我们 我们 不要像中文像汉语那种 就一个一个的读 不要那样读 尽量要考虑一个连贯 比如说像第二句呢 Made up his mind Made up his mind 为什么样呢 Made up his mind 这是一个英语的固定用法 就是固定搭配 叫下定决心 或叫下决心 下决心就是Made up his mind 他下决心 我下决心呢 Made up my mind Made up my mind 当然这口语嘛 不想给大家增加太多的负担 不想搞这么多语法 因为语法一讲多了呢 大家就像走路上 哎呀 我是先卖左腿啊 还是先卖右腿啊 我后来连路都不敢走了 是吧 这个地方不用管语法 这些语法呢全是对的 我就直接把这个句子给他拿来 拿来就用 he's made up his mind he's made up his mind to quit his job 注意一下语调的平 比较平 然后声调 然后连贯 he's made up his mind to quit his job 对因为 因为辞掉工作呢 确实是需要下决心的 是吧 因为工作没有了 那这个来收入来源就没有了 he's mine he's made up his mind he's made up his mind he's made up his mind to quit his job 好的 我们去看下面一句 he's made up his mind he's made up his mind he's made up his job OK I've decided not to sell the house I've decided not to sell the house 这个呢也是下面画横线了 画横线的意思就是 横线上面一起的 要在一起读出来 I've decided I've decided 你就听着像上喘气 这个呜就给带出来了 I've I've 直接把那个呜就带出来了 如果没有呢 就是you have you have I have I have decided 但是口语呢都是偷懒的 口语呢就是 日常绘画 基本上用缩略语 或者用一些简单的词 就像原来用电视 television 就变成TV 是吧 就用一些简单的词 I've decided I've decided not to sell the house not to sell the house 其实这句话就是两部分 我已经决定了 不卖房子了 我已经决定 不卖房子了 其实这都是重大决定 是吧 房子现在挺贵的 那你卖还是不卖 是吧 这是一个重大决定 工作 你是辞掉了工作 那你是不是又找到 更好的工作了呢 还是又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都是重大决定 就是这一课里面讲的 decision decision 决定 I've decided not to sell the house 就是辞掉了工作 I've decided not to sell the house I've decided not to save the house I've decided not to say the house I've decided not to save the house I decided not to sell the house I decided not to sell the house I decided to sell the house 那这个是 你要不加那个not呢 你是我决定要卖房子了 这个也是 把这个not如果你去掉了 就是我决定要卖房子了 所以这个 所以这就是一个灵活嘛 那个not呢底下没有加下滑线 对 对我决定不卖房子了 I want to quit the job you have the final say I want to say I want to sell the house I've decided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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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sell the house 好的 基本上这个也没有问题了 下面两句话呢是连在一起的 就变成一个问答句 这也是又是一个小小的挑战 就是have you decided 你问别人你做决定了吗 对方说no I haven't decided yet 或者呢别人问你 你说no I haven't decided yet 这两个问答 这两个是非常灵活的 就是你决定什么了 他可以决定任何的事情 比如说啊你决定去买菜吗 还没决定了 你决定去郊游吗 还没有了 你决定去出去接小孩吗 还没有决定了 你决定卖房子吗 还没有决定 它是一个万用句型 你只要是在那个场合里面 说have you decided 那你回答说no的话 你就no I haven't decided yet 就是没有做决定 是吧 所以这种句型是 呃灵活度非常高的 非常高 I have decided not to sell the house I will decide not to sell the house I will decide not to sell the house 对一定不要着急 就很从容的 把这个句子节奏读出来 然后呢 你再控制熟练 熟练才是最好的一个 一个表达 你就非常有自信了 have you decided 这是一个很实用的问答句 问答句 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一个问答的问题 而不会说我在日常生活当中 别人冒了一句话 你接不下来 是吧 你答不上来 或者你问出一句话 别人说了一句 你没听明白 是吧 Have you decided 回答 No, I haven't decided yet 那在没有人帮着你来问答练习呢 我们就自问自答 自问自答的这个练习 Have you decided No, I haven't decided yet Have you decided No, I haven't decided yet 对了 对了 这个句型呢 以再反复反复的强调 它是一个一般疑问句 一般疑问句呢 最后一定是要用声调的 并且一般疑问句呢 是需要用yes, no 来回答的 就是这些 很多的时候就是要重复 But you decided No, I haven't decided yet How are you decided? Have you decided? No, I haven't decided yet No, I haven't decided yet Have you decided? No, I haven't decided yet Have you decided? No, I haven't decided yet Okay, okay Good, good No, I haven't decided yet I've decided not to sell the house Have you decided? No, I haven't decided yet 这个句型 I haven't decided yet No, I haven't decided yet Have you decided? No, I haven't decided yet 好 这个这一刻的最重要 最重要的词就是这个 Decision Decided 没错 核心词就是这个 决定 这个词一定要熟练 Decided 这是他的过去式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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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ided No I haven't Decided Yet Have you Decided No I haven't Decided Yet Have you Decided No I haven't Decided Yet 有一个问题 问 Do you have decided No 这个语法上不通 语法上不对的 注动词 Do 这儿是多余的 注动词 Do 是多余的 其实实义动词 就是Decided 而这个 Have decided 是一个 现在完成时 现在完成时 所以这个 Do 在这儿 是多余的 没有必要 这样来做的 所以它就是 Have you decided No Have you decided No I haven't Decided Yet Have you Decided No I haven't Decided Yet OK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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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ven't Decided Yet 好 这就是给大家提的一点小小的挑战 一个呢 有的是长一点的句子 你能够呢 很顺利的 没有太大的 插错了 把这个长句子 像第二句 给它 说出来 还有一个呢 就是像第四句 第五句 这种带有问答性质的 你又能问 或者也能回答 这就可以了 其实 其实四 五 六 七 可以连在一起 像六呢 Give me a definite answer Please It's really hard to make a decision 确实是 是吧 重大决定呢 谁都是感觉着 瞻前顾后的 不是这么容易做决定的 好 来看看第六句 Give me a definite answer Please It's really hard to make a decision Give me a definite answer Please It's really hard to make a decision 好 这个呢 也是在训练 大家呢 在你读完整的句子当中呢 不是那种一口气 嘟嘟嘟嘟嘟嘟 就给它读下来的 从头读到尾的 是吧 中间 我凡是画下滑线的呢 就是要给大家 停顿 就能喘气的 你不能说我一口气 憋了一口气 这就太不正常了那样子 是吧 Give me a definite answer Please 那这句话你可以分成 三段 三部分 来表达 就给人感觉就很从容嘛 是吧 Give me a definite answer Please 那你给我一个明确的 回答 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请 请给我 是吧 就语气上客气一些 但对方会说呢 Really hard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我要辞工作 哎呀 辞工作 现在找个工作 这么难 是吧 那我辞工作 太 太不容易了 所以哪怕 我不喜欢这个工作 我不喜欢这个老板 但是我仍然要挣这份工资 毕竟要养家糊口吧 是吧 It's really hard to make a decision 这个决定太难了 太难了 像我过去 呃 线下的时候就教过 呃 成年人的英语 有的时候就是哎呀 学着学着老师 我说哎呀老师 我学不下去了 我说怎么了 那我搬家了 因为我找了个新工作 搬着就挺远的了 我说啊 没关系 Wish you good luck 祝你好运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这个英语是 交流还是工作 当中都是用得到的 是 factor 给目标 打终出来 — 是 выход 你 对 F du 给目标 你 仔细 你 所以这一课还是挺有用的 就是关于做决定 有的时候是大决定 有的是小决定 是吗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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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又回到了原点 如果你这个句子读起来 你自己都觉得不是太有自信心的话呢 就说明这个单词 比如说第六句那个 对了 如果这个句子读的不对了 也不顺利了 单词就是画黄线的单词出问题了 很好很好 来 那我们再来看课文 对很好 好了这一页呢我们一看 好几个都练过了 应该就很熟悉了 It's up to you It's up to you 有你决定的 You have the final say 说了算的 下面一句 She insists that it doesn't matter She's made up mind to quit his job I've decided not 五句话当中有四句话 是我们刚才练过的了 所以我们重点呢放到这句话来 他坚持 好这 又读了这么多 OK 别读好几遍了 好我们把这句来一下 468句 She insists that it doesn't matter She insists that it doesn't matter 好这个地方提一下 这应该是个语法 这个that呢 其实是一个连词的先行词 他应该跟着前面这一部分 并且呢 他其实是起到了一个 哎呦连在一起了 坏了 连不胜了 算了 把它去掉 好 She insists that it doesn't matter 这个that呢 通常引导后面是一个从句 如果从语法上讲了 这个算是一个宾语从句 She 主语 insist 为语动词 that 是宾语 但这个宾语后面是一个句子 所以在语法上讲的 就叫宾语从句 object clause 宾语从句 可是这个宾语从句呢 它需要前面有一个引导词 就是这个先行词或引导词 She insists that 我没听 原来他要出从句了 要出句子了 She insists that it doesn't matter It doesn't matter 这是一个句子 在这个句子当中又分 主语啊 刚才有人问 to do啊 大字是吧 这是助动词 助动词 在这个matter这个地方呢 是不能省略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matter本身呢 它没有否定形式 matter没有否定形式 就这个matter是重要的 包括现在美国说呢 什么黑命贵之类的 matter black life matter 黑人生命重要是吧 那个重要就是用的这个词 matter matter 重要或者是重要性 所以这个地方呢 it doesn't matter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一句话 日常绘画当中 就是it doesn't matter 没关系 那个事情不重要 那个事情没关系 是可以脱口而出的 it doesn't matter 但是这个呢 就是 she insists that it doesn't matter 这个句子分为两部分 两个部分 其实同学习的角度 不需要讲这么多的语法 但是呢 你尽量的你想 哦知道了 这是一个从句 这个z呢 是引导 一个句子的 就可以了 是 还是刚才的 give me a definite answer 对,所以这个doesn't,就是用主动词来表示一个否定形式 用主动词否定 它并没有一个说的意思 但是你能感觉出来,是insist,是刚才说的,坚持说或坚持做 好了,这一页另外的四句话我们一看到都练过了,就挺熟悉的了 好,下面一个 这个里面当中有三句话,471,74,75的三句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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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要读的 觉得不是这么顺呢 就说明就跟那个绕口令似的 还是需要 先把音读出来 然后呢连贯 好 这句话 这句话呢 好吧 就加到这儿吧 这句话呢其实是一个 前面这一部分特别长 I'm determined to I'm determined to do something 这是一个固定的用法 就是我决定怎么样 我决心 我决意要怎么怎么样 就等于说是下了下尽决心那种 那种感觉 叫什么呢 I'm determined to leave 我还是要 我决定要走了 这个走呢听起来可能就是比如辞的那个工作 辞的那个工作 然后要去别的什么地方 是吧 I'm determined 这个里面可能这个词比较重要 大家可能读起来要小心了 这个颜色 下面两句我们刚才练过了 Have you decided Now I haven't 决定了吗 怎么样 我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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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这个词,先把这个词Determined I'm determined to live 不一样,Decide只是一个决定 Determined更能体现出来这个人是 中国人说叫什么,去意诀 就是真的是不回头了 好像这个更表示的是一种决心 所以它这个中文它翻译成决意要走 这个决意 对,这个决意和决定是不一样的 决定呢就比不上这个决意了 就没有让人这么决绝 说完了就不后悔了 不回头了 是那种感觉的 又问Determined和Decided的级别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词在表明的意思的级别是不一样 Decided就是一个决定 决定呢,我们一会看到474句了嘛 I change my mind 我又改主意了,是吧 我刚才决定不算数了,我又改主意了 如果你要是Determined完了 你再说,Oh,I change my mind 别人就会说,哎,这人怎么这样呢 怎么这个人一点准都没有呢 是吧 不能这么乱来呢 就像我这边做一些法律文件 有那个什么离婚法庭啊什么的 都离婚文件交上去了 我们就说,哎呀,那我们就决定不离婚了 是吧 然后法庭说,No,你不能开玩笑呀 你法庭已经审理了 你不能说,你又 在当然了,在他第二步没有开始之前 是可以撤速的 是可以撤的 所以是不可以 哎,反正这个人 人生嘛,是吧 各种,各种情况了 好,来看下面一个 474句 决定了半天呢 还是可以改的 是吧,还是可以改的 I will determine the truth 对,但是你如果determined的话 就真的就是 就是语气很重 就是下决心 类似于那种壮志什么 壮士一去不复返的那个感觉了 I've changed my mind I've changed my mind 哎,我又改主意了 我已经改主意了 当然可以了 每个人都可以改主意 I've changed my mind Changed my mind 这个呢,是固定的用法 改主意 改主意 Changed my mind 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比如说你去 就像前面的黑五买东西 是吧 你买的东西 你只要保留好收据 比如你买的衣服呀 买的什么呀 你又决定退了 或者你回家一事不合适了 他会问你为什么退呀 你就说Changed my mind 又改主意了 这边换东西 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问题 不会说啊 你买了 你不能换 你不能退 对吧 所以这也是个很好的理由 他说你为什么退呀 你要Changed my mind 前面那个都不用说了 不说I've changed my mind 这还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在口语里面呢 也是可以偷懒的 怎么偷懒呢 你就Changed my mind Changed my mind 对,这句话大家可以记下来 尤其是你在买东西退换的时候 你要说Chain your mind 我又改主意了 是吧,我又不想要了 Chain your mind Chain your mind I changed my mind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 我还要往前 It's still undecided It's still undecided 还没有做决定了 It's still undecided 这个词 Andecided 还没决定了 It's still undecided 来听听听 I changed my mind I changed my mind I changed my mind 这句话应该很实用的 尤其是你是退换 买了东西又退换 当然是没有拆封啊 他没有那种的很好的一个状态 就说我就改主意了 It's still undecided It's still undecided Still undecided It's still undecided I'm so sorry It's still undecided It's still undecided 还没有决定 And you decided No, I haven't decided yet I've changed my mind It's this It's still undecided It's still undecided It's still undecided 好,我们下一页 最后一页 时间也不够了 Don't hesitate anymore Give me a definite answer Really hard 好,这句话当中 有两句话 我们已经练过了 有三句话 三句话还没有练 Don't hesitate anymore Don't hesitate anymore 这个anymore呢 是放在一起的 Don't hesitate anymore 就别再犹豫了 别再犹豫了 这句话听起来 好像就在抢购东西似的 哎呀,我买还是不买呢 别犹豫了 你买了 先买了再说吧 Don't hesitate Don't hesitate anymore 不要再犹豫了 Don't hesitate any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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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两句呢 就不多了 Give me a definite answer 都有了 Don't hesitate anymore Don't hesitate anymore 别再犹豫了 这个主要是 Hedited Hedited Like giving up smoking Don't hesitate anymore 这两个放在一块了 这个人说呢 他我总是在做决定呢 做一些resolution 决定决意 就像什么呢 Giving up smoking 可能这个我不吸烟了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 他们是不是这种很困难的 就是戒了呢 又反复 是吧 又重新在抽烟 然后再戒 反正 反正这种决定呢 真的是因人而异的 I'm always making resolutions Like giving up smoking 那就像戒烟 这个样子 中文翻译成戒烟 英文呢 他也用的是 Give up Give up是放弃的意思 Give up 后面一个比较简单 Don't shilly shally 就别犹豫了 是吧 因为这个抽烟呢 是有害健康的 有害健康的 你还这么犹豫干什么呢 是吧 所以OK 对476和480差不多 差不多 不要犹豫不决 不要犹豫 不要犹豫 Anymore呢 就是更多 不要更多的 意思就是说 不要再拖延了 不要再更多的拖延了 时间快到了 我赶快读一下吧 下面还有 别的课 It's up to you You have the final say She insists that It doesn't matter She's made up his mind To quit his job I've decided Not to sell the house I'm determined to leave Have you decided No I haven't decided yet I've changed my mind It's still undecided Don't hesitate anymore Give me a definite answer please It's really hard To make a decision I'm always making resolutions Like giving up smoking Don't shitty shouting OK 好像这个速度有点快一点 没有关系 就是还是要熟练 一定要多读多练 如果呢 这一课当中的15句话 超出了你能够掌握的这个量呢 没有关系 那从中挑出 哪怕三句话五句话 哪怕甚至是一句话两句话呢 都可以 不管怎么说 这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感觉 就是从单词到短语 从短语到句子 然后从短句子到长句子 然后从长句子呢 到对话 其实这是一步一步往上走的 所以这真是在口语当中呢 是都是需要来做一个练习的 好了时间到了 今天就这样 我看看李会长那边有什么要说的 下面还有课了 好李会长那边你看看 有什么要 李会长不在 好反正大家看看吧 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要求 可以在群里面 分班应该是从明年 明年的一月份吧 还没有最后定 因为现在还在考虑 就是具体的方案 而我这个收费呢 也不光是因为一个成人 但是因此